你不想去 小满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咱们出去玩吧 我带你出去玩 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我知道了 我一定是在做梦 我睡一觉就好了 我得重新打开 我睡一觉就好了 小满 小满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我睡一觉就好了 清醒一点 不就是被她们笑一笑吗 她们也笑我的 笑我逼不了夜 笑我自以为是 我才是这个学校最大的笑伙吧 大不了 大不了一会儿我牵着肱妞 我只穿条泳裤我裸奔去 我保证她们立刻忘记 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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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可能了 小满 这样不是更好吗 没有作案还有我呀 我一直都在呀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喜欢左岸 其他对于我来说都没有用 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 完了 完了 小满 快点回来公告栏 小满 快回来 小满 快回来 小满 大不了 小满 快回来 小满 快回来 快回来 小满 快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别再离开了 好吗 有一种青睐 小心时你不用猜 只要遇见你 连落日都便期待 你这个大男孩 笑起来 时间慢下来 小路在心怀 怎么了 我也奇怪 一条日都在深海 藏起这片深爱 没滴泪被海水覆盖 而我依然还在 你脑海等待 为爱而爱 沉入你深海 我对你偷偷上来 像个小孩 变深圈的海 还挺对鸟的喜欢 不会被期待 我对你知道明白 你的离开是一种迷怀 我当心会变很乖 再也不要乖 怎么了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做梦 那现在呢 不是做梦呀 你干什么 走 走啊 嗯 我觉得 我可能是以前 暗恋你太久了吧 现在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我一时间有点不适应 你就觉得我那么遥远吗 那你想想 我之前帮了你多少 为什么我只管你 不管别人呢 好像对啊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让你们有安全感的 好 对了 这些日记呢 我拿回去 你把日记本也给我 我把它们站在一起 这本日记 对于我们来说都太重要了 我也没有看过 可是 这日记本是被偷走的 我也只有我撕的这些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你知道是被谁偷的吗 应该 应该 是苏爱你哦 顾小曼 听说 你暗恋我 哦 好巧 我也暗恋你 哎呀 你们两个 干吗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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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佐安 这么快就放你回来了 那你再也是要上课的好吧 果然 学霸就是学霸 这个时候还想着上课 要是我的话 就一直抱在一起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哎呀 课还是要上的好吧 小满 你别理她 满脑子没正事 总之 恭喜你了 左岸在前相面前表白 以后啊 再也没有人能插住你们中间了 不过有人欢笑 有人叫心醉喽 你们今天 没看到沈辰阳的表情吧 一个人站在一边 怪可怜的 你这个时候 就别提沈辰阳了 你说我 昨天谁在这提孙安宁的 那时候不一样嘛 哪儿不一样啊 就是不一样 那你昨天吃饭 今天不吃了 你 董事长 所以你觉得你 我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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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吃饭 你吃饭 展悦 昨天咱们三个还在一起 开开心心地喝酒 刚过了一天 我就练了会儿歌 世界都变了 你 你就真的那么喜欢小马吗 不知道 可能 也有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吧 一起长大 我们从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我现在跟着他来到了这所大学 郭尔玛看着挺凶的 其实他很讲义劫 他一直都照顾我 我也以为 能这么过一辈了 没想到 他高中的时候他就变了 他变得眼里只有书呆子 我成了个多余的人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也很难过 不过对于小满来说 这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不是吗 我知道 我也挺替他开心的 我就是不甘心 郭满说我什么都不如书呆子 我是不是太火了 太一无是处了 所以 所以他根本看不见我呀 你当然没有不如左安呀 你也不是一无是处 你就是你自己呀 你有你自己的魅力 一无是处可是你先说的 那是计划 气话你听不出来吗 算了吧 你到底喝不喝 不喝就走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起来啊 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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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有病 你干吗呀 去你厕所 你不是说左安暗恋小满 你就直播吃翔吗 现在对线承诺呀 我 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你刚才还安慰我呢 你现在又 又让我吃 那你吃不吃 我疯了吗我 你不要太感激杀绝啊 你现在冷静了吗 清醒了吗 还要死要活且久消愁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 展玥 你说小满没有看到你 那你正是过我吗 你就记得我说你一无是处 那你还记得我说 我喜欢上你了吗 如果你真的一无是处 我会喜欢你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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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 逛个地方 这里空 空气不太好 容易有很多联想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 你听我说完啊 展玥 那家盒子的公司 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觉得你真的很有潜力 希望你再去面试一次 如果通过了 就能去国外接受出道训练 那可是一家大公司 这真的是很好的机会 那 那 那你呢 我 我 我没有你有实力吗 人家没看上我 不过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啊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就是要去上学的 我可以向学校申请提前过去 展玥 这事关你的前途 你好好考虑一下 先出去吧 你找我干什么 你找我干什么 对吗 可惜我没有 这个日记本对她来说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你们就自己去找 找我做什么 安宁 真的不在你那里 你觉得我有必要 因为这种事情骗你吗 我都知道了 因为我喜欢郭小满 对她做了一些事情 刘丹已经告诉我了 还有 从一开始我就说过 我们两个不可能 你应该告诉我 左岸 你不能因为之前 我对你撒过谎 就觉得我现在 一定是在撒谎 我以前之所以那么做 我全部都是为了你 我哪里错了 要怪就怪顾小满 如果不是她 我们之间不会出现 这么多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你为什么要把一切过错 全部扣在顾小满的头上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你觉得我善良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 因为那件事情怪过你吧 那你真的很虚伪 你把我当做 我的双胞胎姐姐的替身来赎罪 是你先对我好 现在又要一脚 把我踹开了是吗 我连她的名字都没说 你都这样了 我的双胞胎姐姐 孙 安 欣 阿宁 我根本没有把你 当做任何人的提身 我只是希望你平安快乐 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做不到有始有终 你一开始为什么要对我好呢 好 错 错都怪我 我最后一次跟你说声对不起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以哥哥的身份 陪在你的身边 我不想再让顾小满失望 我这辈子 只守护她一个人 你随意 小满 碧 天子睡不着了 好了 赶紧睡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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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还忍不住想了一些事情 你想到什么了 没什么 你还没说你想到什么了呢 又飞了 今天是你和左岸第一次正式约会 你到底想到什么了 满脸都写着心虚 快说 我没想什么 我只是想到月圆之夜 夜孤城和西门吹雪 在紫禁之巅决斗 一箭袭来 天外飞仙 这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最喜欢的武侠小说 你没听过吗 你现在想什么武侠小说呀 我还以为你第一次和左岸正式约会会很紧张呢 一大早叫我过来教你化妆 其实就是我帮你化 我手惨嘛 有啦 其实我还真的挺紧张的 你知道吗 我从昨天到现在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的 不过 刚刚左岸给我发了微信 说他什么都计划好了 还说会给我一个完美的回忆 所以我现在除了紧张 剩下的都是期待 恋爱中的左岸会是什么样呢 一个把暗恋隐藏的只有我这个头号粉丝 费尽了毕生功力 才瞧穿那么一点点端倪的绝世闷骚 我真的有点怀疑他可能不会谈恋爱 那没关系啊 我也不会 你还骄傲了 虽然我也没谈过恋爱 但以我的毕生功力 单纯的喜欢一个人 和谈恋爱那是两码事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假设一颗白菜再油光水滑 如果只是一颗闷闷的白菜 那也只能做一道白灼了 有啦 你和展月哪儿来的这么多神奇的比喻啊 我比他语言丰富多了好不好 他只会说猴子 这猴子 那猴子的 那以你毕生的经验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呀 没事 你就放低期待 不嫌弃不失望 和左岸一起成长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恋爱气氛 来 我再给你画一下 和谐的恋爱气氛 明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知道了 你就等我吧 今天很漂亮 不会 我每次牵你的手 你都要重新确认一下 你是我的女朋友吧 你的脸 要是再这么红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我会做什么 你 你 你做什么 干吗 干吗 我以为我们两个都 都没谈过恋爱 应该是段位差不多的新手吧 没想到学霸谈起恋爱都是学霸 你要再这么说情话 我就 就要晕倒了 情话 我说什么了 还真有点烫 还真有点烫 好了 我们今天先去吃饭 然后看电影 会不会太普通 你不会失望吧 不失望 不失望 普通好 普通好 普通我们就可以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 你学吧 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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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小门 出事了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你们不是有选秀课吗 出事了 公告栏又出事了 出 出什么事了 是沈晨莹啊 不好意思 让一下 哇塞 恐怖袭击吧 这要是被抓到了 开除 沈晨莹 沈晨莹现在在哪儿啊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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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出来这个 对啊 解决问题啊 解决问题啊 开除之间 解决大意 等一下 老师还在起头上 一会儿再见 沈晨莹 这就是你沈晨做的态度吗 我都已经说了是我咋的 您还让我怎么样 赔偿对吧 没问题 小事 我毁坏公务 理应赔偿 您就直接开个价 稳高了开 别让学校蒙受一点损失 你是不是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对 主任 您这话说得也太搞笑了吧 说深了 太哲学 说钱了 这里是医学院 难道不是应该最清楚 钱除了买不会命 其实大部分问题 基本都可以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那就是钱花得还不顾足 主任 您真的别生气啊 要不这样吧 我将功折罪 我除了把功告篮给修好 我再以咱们系的名义 设一个全校奖学金 这样 您以后开会也多点面子 你这是钱花得罪吗 你是什么外里 你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从你入学开始 所有的老师 同学 包括校工 对你的投诉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要不是你的姐姐 一次次跑来找我 找我们校领导 请我们不要开除你 再给你一次机会 就把你现在 纵重成这个样子了 那您要我怎么做 今天下午 学校会开会讨论你的屈留 我要你在会上 做一次深刻的检讨 不要穿模板 要一个一个的鞋 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我做检讨 但是所有人的面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快走人 好啊 走就走 反正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个学校 好啊 沈天阳 沈天阳 你回来 给我站住 姐 你怎么来了 公司那么忙 我要是不来 怎么能知道 你这些学校的光辉事迹 你瞧瞧你干的这些事 你是不是非礼学校 把你开除了你才开心啊 我又没干什么 你就别嘴硬了 你姐都知道了 公管兰的事 许飞 你跟着瞎穿过什么呀 你我愿意穿过呢 我是替你姐关心你 对吧 许 你先别说话 我问你 是不是都因为一个叫顾小满的女生 跟她没关系 还嘴硬 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 我们俩需要好好谈谈 我一会儿还有事 我不回去 有什么事 回家 走吧 少爷 要不你先去吃饭吧 我 你要去找沈澄阳 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不管她之前做过什么 至少这次公告兰的事和我有关 我也有责任 所以我想去劝劝她 我很快就回来 可是公告兰的事和我也有关啊 我陪你一起去 你怕我们打架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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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走吧 该吃药了 把药吃了吧 谁啊 小满 小满 你好 你们怎么来了 小满听说了你的事 想过来看看你 你就是顾小满 这儿我姐 沈西月 你好 正好 想找你谈谈的 沈澄阳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顾小满来看你 就是想劝你听主任的话 把简讨写了 免得你被开除 我的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都没什么关系 用不着你们来 假惺惺的关系因果 当我是什么 孤瓜老人送温等吗 沈澄阳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 顾小满 我听说过你在学校的所作所为 沈澄打杂公告来 就是因为你吧 我不明白了 既然你不喜欢我们家沈澄 为什么还要三分两次地纠缠 我纠缠她 难道不是吗 看上去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姑娘 背地里怎么这样 姐 你瞎说什么呢 不知道行贾能不能比月亮说话 顾小满 其实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领域 我们走 顾小满 沈澄 人呢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 明明就是沈澄阳的不对 傻瓜 别想这件事了 不是还有我的吗 嗯 幸好还有你 左啊 谢谢你啊 我是你男朋友 你跟我客气什么 该客气的时候 还是要客气一下下的嘛 亲近的人 是不需要客气的 左啊 你知道不知道 你刚刚 就像一个大英雄一样 我都在想 这还是以前的那个左啊吗 这还是原来那个 一天说话都不超过十句的书 书呆子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展悦 谁让她以前老这么说你的 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保证以后都不说了 那你打算以后叫我什么 其他情侣 都有专属的称号 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 对啊 那我得好好想想 叫你什么呢 我 我是顾女侠 那你就是左公子 不对 左公子不太好听 暗公子 暗公子好不好 暗暗你叫我什么呀 傻丫头 叫我什么呀 傻丫头 你说你天天待在这个小破屋子里干什么 赶紧跟我回家住去 对啊 回家住吧 有保姆 多好啊 我不喜欢那么大的房子 太空太冷静了 陈阳 姐姐平时太忙了 说我对不起你 我跟你道歉 好吗 这样 我把阿姨和司机都叫过来 我不需要 我有酒精就够了 沈辰阳 我希望你心里清楚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情人 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你 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些苗头一个个都掐灭的 溪月 我送你啊 别忘了吃药啊 都走了 只有你陪我了 九妞 你该减肥了知道吗 天天就知道吃 回来了 完了吗 走 吃饭 你看这个了吗 大家都在投票 混是魔王沈天阳今天到底会不会被开除 我投了啊 听说这次闹大了吧 他们系组连头上都七能冒七年了呢 你放心吧 他会去检讨的 他不会觉得 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师 为了表达我真诚的道歉态度 我决定在内网上直播我所有道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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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澄阳 你还要胡闹吗 开始吧 沈澄阳去做检讨了 好久见啊 什么 小心啊 不行 你看 谢谢观看